雷歐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大約八點鐘方向的波斯人 尼可夫 波斯人在這次改版裡面 比較有大的變動 是波斯戰象 精銳版本比較有抗招向的能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把尼可夫 有沒有可能對土耳其人 轉出波斯戰象呢 雖然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VL 選擇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在這次的改動 我是覺得跟他沒什麼太大關係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衝撤的部分 衝撤的部分呢 在我們昨天影片中已經講到了 這個傷害有大感 所以土耳其人這次有做一些更動的東西 就是這個衝撤 那還有這個挖進速度很快 可以透過買賣的這些系統 但是現在市集的買賣呢 價格也變貴了 現在150黃金只能寬到100肉初期 所以土耳其的買賣升級流 也可能會被慢慢淘汰掉 那之前有觀眾說我不認識搶城王 其實那是在做做的效果 因為他的名字很像什麼香港 當然看他名字一看就是不是香港人 好 那土耳其人呢 他的買賣很快的關係 也是因為呢 這個搶城 挖進買賣以前很快 因為他速度是挖進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把土耳其人對上波士人會有什麼火花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MBL 這邊是土耳其人 挖進速度快 而且有白血馬功 而且大陸馬會自動升級 但是他的馬 這個毛兵 跟這個槍兵 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他在一些情況下 會比較顯得弱勢一點 尤其是被控黃金時候 但是呢 現在 把這個肉賣掉的價格 又更多一點了 所以土耳其人真的被控黃金時候 也可以考慮多撒一點農田 去賣肉出來了 那這也是對西地國來說 是一個蠻好的改動我覺得 因為這個肉類呢 或許不易 而且什麼東西都需要用到肉 如果可以把肉賣的價格再更貴一點 那確實會對這個遊戲的環境 會更好一點的感覺 不然這個肉 感覺有時候太廉價了 這個黃金隨便買 都可以買賣上層 應該要讓這個買賣流 多付出一些資源成本才對 那土耳其人呢 他是用免費化學的關係 所以到帝王時代就有化學 可以馬上轉出這個火炮 後期這個馬功也馬上就有這個化學的傷害加成 整體來說 他的遊戲節奏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尼可夫這邊是選擇波斯人 波斯人的工作效率呢 是不管是按村民 還有這個升級時代史 都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波斯人也是我非常大家推薦去練的文明 只要波斯你不斷村 基本上你玩其他文明也會不斷村 這個也算是基本功的練習 那波斯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比較特別是薩瓦爾 薩瓦爾對工兵單位有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這一場如果 如果MBL轉出了白血馬功 對上薩瓦爾的話 也會相當弱勢 但是如果對方土耳其轉駱駝的話 波斯人也有大槍兵 而且也有駱駝 所以整體來說MBL這把是比較劣勢的一個環境 沒有太多可以對對手有壓制性的東西可以出現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部分目前是左邊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 ユ克夫這邊的黃金位置看起來可以 這邊可以開TC問題不大 那這邊的肉類 要圍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這裡中間太難圍了 要這樣圍過來 再圍過來 圍過來的話 資源就會耗費很大 那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也是牧區的位置 比較微妙一點 這個沒有辦法太正常 但是這邊可以開TC 家裡圍好的話 可以小圍一下 那牧區的話 依舊只有三塊牧區 那 尼克夫這邊也是三塊牧區 但也實際上能用就只有這兩塊 而且也很容易被控住 只要來插劍塔的話 看起來是蠻保的 就算不用劍塔 用弓兵鑽這個小洞也可以騷擾到這個牧區 這邊也是 這尼克夫兩個牧區都不太舒服 那MBL也是一樣的狀況 那MBL決定是走了肉馬開局 家裡稍微微類一下 波斯人這邊也是轉肉馬 兩邊都是一個標準的肉馬開 這兩邊肉馬稍微打一下 結果槍兵過來逼退了 MBL現在有刺猴上的數量優勢嗎 那MBL這個文明很適合城堡時代 繼續打肉馬 然後轉出寶兵 突爾西火槍兵 或是直接轉馬弓 都是非常適合突爾西人的打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是決定要圍家 好尼克夫這邊是決定小圍 直接圍到了石頭礦這裡 但是直接溜了進來 但是MBL不敢直接走進去 這邊可能認為走進去 沒有辦法撞到太多的天頭 而且還會損失掉肉馬的血量 對於保存自己的肉馬的血量 是相當珍惜的 好前期就是小打小鬧 我出肉馬防守偵查 你也出肉馬防守偵查 那波斯這邊 肉馬按的好像有點多 按到第四隻肉馬了 那兩邊都是點下了異攻 和這個映龍一幕 攻防還沒有提升 這個時間點差不多就會決定 到底要打封建強攻 還是要打直城 那MBL目前看起來是要打直城 已經來到了15片田 尼克夫這邊也是 但是這邊有繼續補肉馬 好那就不好說了 補到了五隻肉馬 那這樣傷害值會很高 MBL並沒有補槍兵 好家裡的洞全部補好了 好這裡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好繼續拉走 好三隻肉馬 沒有打算回救 繼續往前繞 MBL用槍兵來擋 正式肉馬也拉開 大力直接為死 生時代為死 這是一個好習慣喔 那以前有很多 也不是很多 就是台灣的高手們喔 也是沒有很習慣這樣子為死 但在今年之後 很明顯大家實力有提升 都會習慣上城堡時代 進行為死喔 以前都有點拖 還是留個口 讓對方鑽進來 那對於為死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比較被 對玩家們常常忽略掉的事情 剛好這一把兩邊都是走一個為死策略 尼可夫這邊為死 明明要上城也是為死 這算是一個很好的 習慣 尼可夫這邊點下了品種 MBL這邊也點下了品種 兩邊都是走了一個肉馬開局 現在是ABL這邊有升級上的優勢喔 尼可夫這邊點了一弓 品種還沒有點好 OK已經好了 這邊直接一波回打 但是升級來說 MBL也不會太差 五隻肉馬 好但是這邊轉駱駝了 直接升青奇兵 尼可夫也想要升青奇兵 兩邊都是升青奇兵 好但是MBL是免費的 好但這邊可以看到 波斯人這邊村民處已經領先四村了 經濟是相當的好 好這一波互打之後 駱駝還是有比較好的壓制力 直接把騎士跟肉馬給逼退回去 MBL這裡不能再出肉馬 只能全產 這個駱駝了 駱駝第一時間反擊對方駱駝 這邊有稍微微操一下 但是有隻槍兵開始戳 要小心 但是還好槍兵解決掉了 MBL這裡點下跟蹤技術 兩邊跟蹤技術點的差不多 MBL現在是資源上落後了 波斯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好回頭把殘血的肉馬解決掉 MBL這邊偷抓了幾隻單位還蠻好的 家裡修道院已經四序 這個已經準備好了 待會駱駝拉回家 就可以補血 但是怎麼直接被吃掉了 MBL這一波駱駝沒有空 這是很明顯的 MBL的失誤 這個直接拉回家還可以招搶補血 兩隻駱駝回下來的話 壓制力可以繼續維持 當然這一波送掉兩隻駱駝之後 會稍微有點有壓力 因為現在是維持3TC運轉狀態 駱駝是沒有辦法出太多了 出太多的話就會斷村 現在可以看到MBL的TC閒置 來到1分2分鐘 這就是硬按駱駝的原因 會按到自己有點斷村 這邊繼續找喔 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這邊直接一個隔空補血 那現在波斯蘭3TC的運轉效率就很好了 村民術已經領先了10村 支援量已經領先了1100 兩邊都沒有被騷擾到村民 但是憑著兩邊對農 波斯還是獲得了巨大的優勢 甚至這邊已經補到了32片田了 24分鐘32片田 好這個是有點多了 好那MBL不想要經濟落後 也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在前方家裡石頭泡的位置 好那現在問題是誰要點下二景龍 或是有這個手推車 因為點這兩顆技 並不是上帝的時代必須的 但如果有人先偷點 那個經濟就會很好 好到不行 好兩隻生女守在這個位置 剛好TC可以讓生女有一個很好的躲避空間 好這裡開始在偷減生物了 MBL點下了 踩石技術還有手推車來了 先點下的是MBL 但農田樹已經明顯落後了 31片田對上46片田 尼可夫這邊農田補的是非常非常之快 好那現在尼可夫就只要開始補黃金 就要來準備升城堡時代了 兩邊都沒有在城堡時代打太多了 升帝王時代才對 所以這邊帝王時代應該會馬上進行喔 唉唷這裡 收村 肉馬想要抓生女 生女沒有招搶空間 肉圖想要直接吃掉這些肉馬 但是MBL會給他秤心如意嗎 好直接拉開了TC的射程範圍外 好這裡可以把村民放出來 肉馬怎麼突然回頭被收掉一隻 好家裡後面補了城堡 發現自己的兵力布 沒有辦法比對方還多 而且尼可夫這邊已經要點帝王時代了 再把木頭賣一賣 收個肉就可以升帝王了 好這邊一波照相可以照想到嗎 差一點親習兵收掉了生女 上方落錯還在繞 好結果兩隻生女都被MBL的肉馬全部搞定 第三隻生女都倒光了 但是帝王時代已經補下了 好MBL這邊也是需要透過買賣一下 好可以看到這邊買賣的價格 其實已經比較貴一點 可以看到肉可以賣到79塊錢 哇真的是好貴好貴 但這邊絕對不能賣食物 這邊還是得賣木頭 木頭或石頭都可以的 好這裡賣了200木頭 換取了139塊黃金 那現在食物真的變得這麼貴喔 就可以有挖肉文明 去賣黃金 轉出更多的遊俠 好都是非常適合的 好這隻親習兵稍微騷擾 駱駝必退 好這邊又來蓋寶 MBL現在防守壓力很大囉 4TC上去之後 經濟雖然有好轉 但是波士的運者效率實在太高 說好轉但不多 好現在地獄四大還有一分鐘時間 好工程器製造所也點上了 後面肉馬稍微繞一下 好後面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左邊這根城堡也補了 有機會看到尼可夫使用大洛馬 但是有機會看到金銳戰象嗎 看一下這個金銳戰象的抗招翔 是不是真的比較好 聽說招翔時間來到了8秒 8秒是真的真的有點長 這個波士戰象都可以走到生女的面前 直接給他一發大碗的 這個傷害 好NBL這邊很細心 把這裡的聖物搬到了後面 不想被對方給拿走 右邊的城市中心一直被洛馬給騷擾 給控制住 現在沒有辦法正常的開採黃金 駱駝到了右邊的話 就會被吊虎李山之境 但還好一到帝王時代 火炮就可以馬上按 還不用等化學 這是圖爾西人城堡 帝王時代一個初期的很好的優勢 這裡繼續工程當中 弱馬 在右邊衝了過來 這一波是想幹嘛 想要抓生女 但是這邊有圖爾西火槍兵 NBL沒有走圖爾西 沒有走馬功 而是選擇了圖爾西火槍兵的路線 那這邊精銳 圖爾西火槍兵要趕快點下才行 好 結果城堡直接被拆掉 火炮並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反擊回去 巨型突襲 火炮數量明顯還不夠 皮可夫這邊打算要硬拆 火槍兵上高地防守 後面有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個城堡可能有點難修囉 剩下1600滴血 波斯點下了重裝騎士 三弓也點下了 那應該看起來不會有波斯戰相了 這一把 好 但是這邊肉 買了一下嗎 這是買肉喔 買肉花了146塊黃金 這個價格你居然買得下去 太狠了 米可夫 這裡砸一下 巨型突襲要反殺火炮了嗎 砸中了 這一個火炮死的並不遠 沒有在空 好 右邊大肉麻直接溜了進去 終於看你挖穿 好 衝進去打個一波 MBL經濟應該就要炸裂了 但是駱駝可以及時回救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救的回來 好 直接補下兩根城堡 好 現在火炮數量只剩下兩台 還有一台正在製造當中 這樣大肉麻直接溜了進去 衝到了後方 駱駝緊追在後 應該還是被抓個幾村 但是能守得住 問題不大 言可夫這邊的升級 這個薩瓦爾 資源成本比一般的遊俠便宜 只要1500跟600黃金 就可以點下了 好 看一下這邊買賣一波 把石頭賣掉 還有買了300食物 馬上點下薩瓦爾 這個薩瓦爾升級非常快 好 這裡點下了金罐炮兵技術 讓這個火炮射程再多兩點 好 後面兩台火炮 開始輸出 這裡想要打 打到一炮 剩下八滴 好 再打一下 解決掉了一台巨型舟師機 右邊的兩隻漏馬 都是殘血的 但是沒有落索防守 火炮繼續拆除 但很可惜的是NBL 土耳其人並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工程師啊 會有點差場人意 但還好波斯其實也沒有 兩邊都是一個沒有工程工程師的 巨頭護掌 但是土耳其人這邊是轉火炮工程 好 有炮兵了 射程來到14點 NBL沒有打算去反擊火炮或是巨頭嗎 好 這邊也是專心想要先拆掉城堡 兩邊都帶屯兵力 好 現在經濟支援來到了40 好 來到經濟差距3000支援 NBL差了3000支援量 但是城堡可以終究拿下 城堡一拿下開始打巨頭 巨頭直接被秒殺 尼可夫三級馬凱也終於點好了 現在尼可夫波斯人薩瓦爾升級完畢 全滿的 薩瓦爾準備出發了 好 這一波薩瓦爾應該要往右走 用這流火炮 這裡要把他圍一個城牆呢 圍一下 拉村民圍一下 逐城戰法 沒有圍 16進來這時候圍來不及了 MBL第一時間沒有圍 他以為薩瓦爾會從右邊過來 結果在那邊巡邏 把吐了 就跟你說 不要原地巡邏加戰崗模式 只會發呆阿 不做事 吐了 這就是手速不夠快 還要硬要用 會出現的問題 唉 MBL這一波 第一時間沒有擋住 大量的薩瓦爾進來 讓自己的火炮 只剩下三台 好不然很有可能 MBL可以完美守住 這一波薩瓦爾衝進來打一波的 好 現在重重駱駝趕快點 現在就一般駱駝還是有點廢 二級馬鎧趕快補 馬鎧跟傷害都還沒有點上去 好 那現在 16隻的土耳其火槍兵 要小心了 現在 妮可夫 重重駱駝也點下 薩瓦爾打一打 突然想轉重裝駱駝了 好 手推車的時候補下 明明MBL有手推車的支援優勢 但是終究贏不了 波斯人的經濟加成 這個村民造的快的優勢 這個經濟雪球滾得很快 好 後面的薩瓦爾被駱駝攔截 這裡的駱駝也是成功鎖住 但是右邊的TC可能要被手撕掉了 這裡損失十一村 對於MBL來說經濟是大傷啊 好 在家裡有點捨不太住 薩瓦爾直接手撕土耳其火槍兵 三刀一隻 差點講兩刀一隻 我記得是都變三刀了 以前是兩刀一隻啊 現在是三刀一隻 土耳其火槍兵 OK 那現在是MBL 有點難扛得住 這一波薩瓦爾加駱駝的搭配進攻 看一下市場機制 現在賣肉的話可以獲得60黃金 波斯人點下一擊挖金 現在其實黃金也不是那麼缺乏 而且是蠻專心的在報騎兵單位的 但這波騎兵直接進入狂繞 MBL經濟一直被需要被迫收村 土耳其火槍兵也不好離開正面現場 依然還是需要保護火槍的這個數量 所以托爾西火槍兵並沒有辦法往後救 現在要硬按駱駝的話 農田黃金數量都不太夠 這一波可能要直接被波斯的經濟一波帶走了 好駱駝直接上去前壓 發掉了非常多的 薩瓦爾 但薩瓦爾這邊做到了很多事 有機會再拿兩台火槍嗎 可以 又拿掉了一台 第二台也順利拿下 他搞定了 更多的薩瓦爾衝了過來了 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尼可夫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面大量的薩瓦爾跟駱駝 直接重創了MBL經濟 甚至守司城這中心也沒問題 只能說MBL這邊黃金被控住 真的就沒機會了 土耳其人就是這樣的文明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的肉類採集的優勢 黃金被控住 真的很慘 這就是土耳其人的BI 可以看到波斯這邊經濟全影 很可惜這把我們沒有看到波斯戰象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集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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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 晚了 我們下集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